開始呢,要先給各位看一個地方啦 來,問一下各位,請問 你輸入打字的速度快啊慢? 慢,都沒有快的 有沒有用比較好的輸入法? 各位,我們今天來到中正大學 進行研習 很抱歉,今天比較冷一點 讓大家比較辛苦一些 用這種打字,有沒有心裡比較暖和一點 我說完了 你行動裝置上,你有辦法這樣打字嗎? 還是今天上完這個就可以回去了 因為這樣就夠本了 你有覺得我們有什麼比較特殊的地方嗎? 第一個,我用講的嗎? 第二個,有沒有注意到標點符號都自動進去了? 這很重要嗎? 因為其實我們說真的啊 現在各位,電腦上打字 也許你可以就是用我們慣用的輸入法 對不對? 但是,行動裝置上 你再怎麼快 都還是慢 以前我跟各位講 真的有比賽過 在行動裝置上做輸入法的比賽 但是呢 後來就沒有辦了 因為這樣手會鬧到 對不對? 可是,你要這樣有沒有快很多? 那當然它不是百分之百都一定是正確的喔 一定會有錯誤 但是一般口語化的正確率都還蠻高的 蠻高的 那麼,如果說萬一真的有錯了 我現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它也有一個手寫的 對不對? 你可以修改一下嘛 修改一下,哪個字錯了 稍微修改一下 這樣不是OK嗎? 它只有一個沒有,叫祝陰 這樣了解喔 因為這是對岸的啦 對岸的 那這個呢叫遜飛語音輸入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在這裡有寫 有把這個文章 因為我有寫啦 這裡有兩個 有沒有看到這裡 上面這裡 這個跟第四跟第五 有沒有看到? 這裡兩個 一個呢是 這個也是雲端服務 這個你在電腦端也可以用 行動裝置也可以用 那我剛用的是這個叫遜飛語音中文輸入 語音中文輸入 那如果你要比較詳細的 知道它怎麼用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文章 這樣就會比較清楚 這樣OK嗎? 可以啦齁 至少這樣暖和一點嘛 回去如果說 你可能 因為用遜飛語音 我是比較喜歡 因為在行動裝置上 它是一個輸入法 所以說 比如說 你可能要在Line裡面 FB裡面 或是很單純的 記事還是回Email 是不是都可以很方便的 就比較不用那麼麻煩 那如果你是在電腦端的 你也可以一樣用上面的 只是上面這兩個 Google文件 跟什麼 Speech Note 他們就沒有 標點符號辨識的功能 你就必須要自己 辛苦一點 打一下 這樣了解嗎? 可以啦齁 好